被受矚目的薄熙来案终审宣派 申东高院驳回薄熙来的15条上诉 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外界普遍认为追据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 这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政治审派 不完之后 下一步将聚焦周永康的命运 他并指出 博助事件带给中共很大的冲击 来看到香港记者梁珍报道 陈翔认为 中共体制下 博案维持原判是意料中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要控诉他什么 审判他什么 定他怎么样的罪 这都是预先完全做好准备的一些决定 所以维持原判是正常的 中共一旦全面揭露博案 整个政权都会垮胎 抓小放大 把他小的东西拿出来 说是大的 严重的 都完全一点都不涉及 这个就是说明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他的腐败如果真正抖出来的话 那这个党也不用想活了 当中 薄熙来的核心罪行 政变密谋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仍被中共掩盖 下一步 外界聚焦习近平是否将薄熙来的同党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法办 周永康跟薄熙来的事件是真正对中共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震荡 因为这不仅仅是路线问题 而且有具体的组织上的一些谋划 一些政变的谋划 陈祥表示中共选在三中全会前迅速宣判薄熙来案件 目的是为了保中共政权的稳定 但他相信薄熙来案件只是暂时搞一段落 中南海的政治海啸仍会继续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